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祝福尊安 广大灵感观星菩萨摩和沙 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观音堂分享 跟随卢俊宏台长 真心学活修行念经之后的真实故事和体会 与各位同修共勉 至2015年 我和先生一直给台长打电话 我们很幸运共打通八次看图腾 感恩师父慈悲 除了看出我们身上的灵性给我们加持 师父还不断指出我们身上的毛病 自2014年开始 我的事业不顺利 事业状态 心情忧郁 身体也很麻烦 每当月是来潮时都非常的疼痛和不适 2015年4月打通图腾 师父一下子就看出我 经常发疯一样的 一会开心一会不开心 指出我吊过孩子 所以复刻不好 开出68张小房子 并告知我的业障比例是29 通过做功课和念诵小房子 肚子疼的情况有所改善 但是没有完全好 还是会痛 2015年9月打通图腾 师父很准 又是一下子看出 我肚子痛 复刻不好 师父指出 在结婚的时候 吃了很多活的东西 现在全部算在我的帐上了 腹部有一个像狐狸的灵性 都是吃出来的 要39张小房子 看出还有一个孩子没超度走 爬在我的背上 所以皮肤总是很痒 需要给7张小房子 我的业障达到了38 孩子走了后 可以降到30 师父看出了我的问题 我念经不是很努力 一段时间很懈怠 也是因为没有静静 所以找不到工作 还说如果再这样下去 就不让我打通电话了 我在此忏悔 刚开始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 对佛法不精进 懈怠 主要的障碍是心情主上 做事没有勇气 对佛法信心不足 师父得批评 极力的我 我心态调整过来 克服负能量 每天练书功课 许愿面送小房子数量给自己的妖精子 和流产的孩子 后来学习白话活华 我才懂 业障就如同黑漆 清除我们的机体 阻碍血脉的流通 压迫神经 影响情绪和心理 阻碍事业 那十四月长达一年 希望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 找到一份工作 师兄告诉我 吃书的愿意 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 可是我犹豫了 怕做不到 直到2015年 十月初 我相关吸引菩萨 许愿终身吃全书 2016年1月份 终于顺利的找到了一份工作 而且是当场受聘 在第一次面试的时候 令我无法预测的是 面试官竟然是我的前同事 这一切都是关吸引菩萨慈悲的安排 让我顺利的找到工作 2016年10月 打通图腾电话 师父看出我 还有两个孩子在身上 一个要36张 一个要49张小房子 所以让我掉头发失眠 师父指出我硬气重 念经没有力气 说这个叫虚神 虚的声音属音 这样的话鬼就来了 告诉我羊的声音就是 声音红红亮 生如红钟 许愿念完 师父开的小房子数量后 整体情况改善 只是偶尔还会肚子疼 尤其是在月室期间 2018年5月 我又失业了 2018年12月 再次顺利打通 师父的图腾电话 并告知 身上有两个小孩 还没超度走 因为孩子长期在身上 已经使我有些 犹豫了 需要念58张小房子 师父很慈悲 告诉我过去在单位里 曾经盯着别人看 眼睛冒火 导致工作不顺利 最后工作丢了 我没有去提高 思想意识 没有从心里去惨悔 自己真的错了 只是想求一点人间福报 因为愿意小 努力就不够 不去改变自己 心权在生活上 天天或喜或悲 烦恼不断 在此感恩师父指出了我身上的毛病 并且告诉我们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付出努力 忍耐和坚持才能获得成功 如果经常自己做作 那里做作 那里做作 到头来是一书无成的 我依照 不要把当场当成贵宿 只求人间 乐此好过 我除了 我除了念经也懂得走出家门 跟师兄们一起共修 一起弘法做义工 做善事做好事做功德 我跟菩萨喜愿 我的孩子超度走了 一定先生说法 把我的经历分享出去 帮助更多的人 升起信心 也以我为界 少走万路 新提高一份少一份无名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 很幸运2019年1月份 我终于找到一份工作 2019年4月份 顺利打通师父的图腾电话 师父说 身上的孩子已经超度走了 今天我来分享 这段时间我的身体好了 睡眠好了 身心愉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以上的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诸位隆天父法 菩萨原谅 请卢俊宏师父原谅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450 谢谢大家 谢谢 FDA